老太太摸了摸男孩的手,随后整个人虎去一阵,这种感觉像结了爱情 原来男孩拥有百年不遇的通灵体质,看了天眼,只要别人与他接触,便会把心底秘密秃露出来 这项没有啥用的超能力,给他带来了许多困扰 每天听着各种气闻运势,让他不厌其烦 某天男孩遇到了两个神棍,终于找到了关闭天眼的办法 自称梦神的大婶,拿出一张合约 只要钢太利用天眼帮自己服务九名客户,他便可以动用法力,把眼给堵上 钢太心动了,可看着合约上的一排小字,钢太又退缩了 上面分明写着,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眼会越来越大 第二天,一个身材活烂的美女走进员工食堂 也明让钢太晚上去自己那里做兼职 钢太仔细一看,此人正是大排档的老板,与直播小梦 公司们很羡慕,纷纷询问为啥就选他 美女老板坦言,钢太身材好,体力棒,长得帅,火力旺 关键眼还很大,一旁的员工全都听懵了,钢太赶忙将小梦拉走 便坦言自己绝不屈服,为了达成目的,小梦可谓煞费苦心 他将钢太推进了人群中央 一时间,无数个大妈接触到了这个吐槽之神 钢太瞬间小刀拉屁股,开大眼了 大妈对着他开启了疯狂吐槽,钢太赶紧开溜 大妈跟在后面穷追不舍,他很是无奈,只能答应了小梦的请求 夜晚,一对母女来到了大排档,女儿即将出嫁 而从母亲却一脸忧伤,原来她得了癌症,活不了太久 可女儿却浑然不觉,让母亲一个人留在路边摊 自己却和男友吃大餐 小梦看清了老人的心中遗憾,便想进入梦境,帮助她完成心愿 关键时刻,钢太使出绝招,直接开眼 老太太坐了下来,讲起了自己的伤心往事 30年前,自己和打工妹开了家小吃店 两人同甘共苦,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某天,店里来了一名帅哥,瞬间让女人离得神魂跌倒 自那以后,女人魂不附体,经常想尽一切办法接近男神 可某天吃饭的时候,女人才知道,男神真正喜欢的是闺蜜 两人还有了爱的结晶 12个月后,闺蜜带下一个语音,日子顺风顺水 可自己却只能喝那酒,排解内心的寂寞 那晚,女人再次遇到了男神 出于嫉妒的心理,她竟憋造了闺蜜的谣言 说闺蜜还跟了别的男人,就连孩子也是那个男人的 听闻此事,丈夫怒火中烧,回到家中便和妻子大吵了起来 此时女人才知道,自己犯了怎样的过错 她走在街上,刚要去解释清楚 却发现男人开着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镇 还在坐月子的闺蜜,赶忙追了出来 不想被汽车撞飞,当场身亡 她没想到,自己的嫉妒,竟然害得闺蜜,家伙人亡